把牛排煎熟后放进铁板面 再搭配一个荷包蛋 这样的组合套餐是店家的外送招牌 但有大学生觉得分量太少 po出在外送平台点的牛排 对比店家的参考图 左边看起来是大块牛排肉 右边是学生买到的 觉得只有零碎的肉块 这样140元 学生问合理吗 询问店家肉也太少了吧 对方回这个是去精的 但他没说要去精 认为是花钱踩雷 你外带的话 人家用筷子又没有刀叉 你要叫人家怎么吃啊 他有说不要去精 他没有备注哦 他有备注的话 我会整块给他没关系啦 高雄三民区一间牛排店 老板习惯把牛排肉的精切除 视觉上肉变小块了 但其实有没有去精 两种放在一起看 肉量都是一样的 业者强调叫外送的人 能看到平台上写牛排去精跟切块 因此如果要完整一块肉 顾客就得特别标注 另外也有网友也是点外送平台的松饼 参考图看起来是华丽的比例时松饼 但实际拿到的却是 像小叮当爱吃的铜锣烧 那只要是小叮当爱吃的都没有关系 我会去询问为什么不一样 我要一个说法 松饼就算图文不符 还是有人能接受 至于消费者觉得牛排肉缩水 纯粹是误会要不要去精 但也有网友表示外送不管叫什么图片 仅供参考 TVBS新闻李战胜纪元高雄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